为什么日本女人不愿意嫁给台湾男人?日本女人的理由让人有点尴尬。 相信日本女生是许多台湾男生梦寐以求的对象,他们感觉比较贤惠、温柔,在日本男子也比较的强势,日本女人结婚后就变成了家庭妇女,都是靠老公一个人赚钱养家。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,那日本女人愿意嫁给外国男人吗? 日本女生对于感情其实相当务实,认为爱情跟面包都是对等重要,甚至许多是以面包为第一优先,例如有没有房子,工作收入多少。 再来很多日本女生都表示,语言的沟通能力很重要,她们希望自己的对象都是一样使用日文沟通,所以基本上也不会选择外国人。 日本男人这种大男人的强势气质,其实某种程度也已经渗入了日本女生的想法之中,她们相当喜欢也热爱这种强势而且主动的大男人。 当被问到是否会嫁给台湾男人的时候,许多女孩想了想都给了一样的答案,不会跟台湾男孩交往。 虽然台湾男生很温柔体贴,但是我们其实比较喜欢主动强势的男生,台湾男生显得有点太温了。 关于为什么很多男人想娶日本女人为妻,有偏知名作家这样说,她们可庆幸的是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,这些温和的女人守护了这个民族。 日本女人是男人们的梦想,温柔贤惠,含蓄可人,是做好妻子的人选。 简单一些,将日本女人与台湾本土女人比较,就可以找出三点很大的差异。 1. 日本女人认为做女人很好,充分感受身为女人的喜悦。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身边女人说,下辈子要做男生不要做女生了,这念头在日本女人中极少。 作者曾去看望过一位刚生产的日本女友,她的母亲也正好来了。 女友说,昨天看到婴儿出来,我差点激动地哭了呢。 母亲说,是啊,这是只有做女人才能体验的喜悦幸福啊。 一个普通场景里,她们对身为女人的喜悦不言自明。 2. 日本女人相较为台湾女人而言,对爱是相对较为开放的。 她们没有受礼教管束的后遗症,虽以议论性为修,但不达齿,是比较原始的,人性的。 正经与风情的界线模糊,可以细称为披住纯情万一的女郎。 3. 她们婚前婚后反差巨大。 从初长成到结婚,是交金的阶段,多数经济宽宇,任性游玩,包括体验男人。 婚后却甘于琐碎,是过日子的好手。 纯粹参考参考啦。